美俄不易打响,巴沙尔终于吹响反击的号角。 经过俄罗斯的大力帮助,现在叙利亚境内的反政府武装已经不成气候,败的败将的将,巴沙尔也终于是要直面美国这个最终boss了,出于自己经济和领土完整两个考虑,美国都是续政府绕不过去的一个难题,放在巴沙尔面前只有一个选择, 要么不战而败,要么拼死一战。 幸好有俄罗斯的存在,让叙利亚政府军还有一丝的胜率,如果真的能获得俄罗斯的权力支持,那么打败叙利亚境内的美军还是不成问题的, 唯一要考虑的就是美国的援军问题,所以在听取了普京的意见后,巴沙尔依然对美国下达了战书,如果美国坚持不撤军,那么续政府军会用武器捍卫自己的领土完整全。 目前续政府军已经推进到了戴尔祖尔省门口,俄军战机已经数次针对美国占领的油田发动了空袭, 而美军战斗机也升空,用轰炸续俄联军作为回应,目前美国损失了大约十几亿美金的设备,而续俄联军方面则付出了300人的生命,大决战开始了。 对美国占领的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